入佛门 第一桩事情就是接受三皈依 三皈依是什么意思呢 三皈依是回头 真地觉悟了 皈依佛 佛是绝的意思 我从前迷惑颠倒啊 现在我要从迷惑颠倒回头 这叫归 回来了 一呢依靠 依靠自信觉 就是依靠佛菩萨 佛菩萨是自信觉 他们是已经觉悟的人 我现在想觉还没有真正觉悟 要希望他来教导我 是这个意思 佛菩萨用什么教我们 首先用经典 你从经典入门 经典这个根砸下去之后了 你六根解除六成境界 全是自信救 那你的功夫得了 你把经典所讲的一些理论 这些道理 智慧方法 全都用上了 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上 用在厨师 自带人觉悟 没有一样你不觉悟 你就跟诸佛菩萨 无二无别了 不再迷惑了 不再颠倒了 不再有卧念了 不再有不善的行为了 你就真举无了 这三规意的头一条 第二条规意法 法是正知正见 我们先前 我们看东西看错了 我们考虑问题想错了 现在从这些地方回头 从错误的 看法想法回头 以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 就是经典 经典成为法宝 我们要对他尊重 要向他敬礼 不能够去慢 为什么 这是自己自信 所流露出来的 真舍智慧 你要是清漫经典 就是清漫信德 道理在这里 所以祖师大德们才提倡 才教得我们 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你得十分利益了 无论是自己读读 或者是听讲 你能得多少利益 与金本不相干 与讲解的人 也不相干 与你自己的真诚心 有关系 你有几分真诚了 你就得几分利益 与这个有关系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学佛 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达到什么样的层次 与别人全没关系 与佛菩萨都没关系 都在自己那个真诚 你有几分真诚 也不在时间长短 哎呀 这个人学了三五十年了 我这才学几天 这个没关系 可能有人几天 就超过人家三五十年 三五十年不真诚吗 你这个四五天真诚心啊 所以这个都无所谓 关键在真诚 关键是不是 你真的肯回头 真的愿意回头 那佛一讲 你真的回头了 关键在此地 这叫规法 从邪知邪见 回过头来 以正知正见 第三个叫规一圣 圣是传法的人 我们得到法 看不懂啊 要请这些修行的人 讲给我们听 为我们启蒙 他们是有修学的经验 把他的经验 提出来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从这个理念 获得启示 所以这叫三宝啊 我们也真的回头了 从一切染污 回过头来 以清净心 这才能受遗 古来祖师大的 有个比喻 把佛法比喻做提呼 提呼是古印度 最好的饮料 提呼 我们想 问人家要一杯提呼 我们拿了个茶碗 去 这个茶碗里头有毒药 提呼灌进去之后 也变成毒药了 是我们心肮脏吗 那怎样才能接受呢 把你的心 把这个茶杯 洗得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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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你再去咬 人家给你 你真的受用了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也很好懂啊 我们的毒药是什么呢 贪嗔痴慢移 这叫五毒啊 你里头有这些东西 这佛菩萨将无上菩提送给你 那个醍醐里头有一滴毒药 就全都变成毒药了 一丝毫的毒素都不可以参加 参进去啊 这才能真正得到无上妙法 开经济一开头就讲啊 无上甚深会妙法了 所以学习基本的态度是清净心 我们心不清净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把心不清净的心放下 用清净心来听 虽然时间很短 我这个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清净心 你就能得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利益 心不清净的时候是决定得不到利益 那讲不是不要讲了吗 没不要讲 这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样 他阿赖耶诗里头 落下的种子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他现在不能理解 他不懂 所以现前他不得受用 什么时候得受用 什么时候恢复清净心 什么时候就得受用 这叫真正的三皈依 是三皈依不容易 那么我们现在促学佛受三皈依 给诸说 那叫明字皈依 又明无实 有那个形式 没有实质 那同时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 这个传授三皈依的老师 也没有讲清楚 这都是真的 皈依了 到底皈依什么 我不知道 我皈依三宝了 什么叫三宝佛法身 什么叫佛法身不知道 那么经上讲 真正接受三皈依 你就有36位护法身 日夜保护你 你不会遇到灾难 护法身保佑你 可是那不是真的皈依 护法身不会来的 真的皈依才有 真的持戒才有护戒身 不是说受了戒就有护戒身 受了三皈依就有护法身 没这个道理 这些都是要搞清楚 搞明白 他是四十 他决定不神秘性 我说不准